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美俄关系 把时间再次交给网众 好的 近日美国和俄罗斯军舰在阿拉伯海险些相撞 究竟谁违反了国际规则 美俄军舰又该如何避免类似危险阶级事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 首先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篇评论文章 说美国指责俄罗斯军舰多多逼人 美国国防部指责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 在阿拉伯海北部海域侵略性地靠近一艘 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军舰 并且差点导致两船相撞 美国驱逐舰发出了五声警告 作为碰撞危险信号 要求俄罗斯军舰改变航向 美海军认为 虽然最终俄罗斯军舰决定采取行动 并改变航线 但是它之前所采取的侵略性的做法 已经违反了国际规则 增加了船只碰撞的风险 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文章则说 俄称美军舰挡路 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了 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事实是美国海军驱逐舰严重违反了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从正在前行的俄军舰的左衔位置 试图横跃航道 根据1972年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规定 若两船在沿着香蕉航道行驶的时候 右侧有障碍物的船只应该让行 俄军舰上的船员执行了专业的操作 避免与入侵舰艇相撞 这并非近期俄美军舰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去年两国军舰也曾在地中海危险靠近 我们再来看一下 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 说这起事件或与中东的紧张局势有关 中东地区的是 美俄两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关键 美俄军舰这次在阿拉伯海发生的摩擦 可能与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 有关联 美方称 这艘俄罗斯军舰名为伊万胡尔斯号 当时他正在执行监视和情报搜集任务 俄勒认为 美军之所以指责俄罗斯军舰的侵略性 可能有意炒作俄罗斯威胁论 从长期来看 美俄的地缘博弈仍然会持续下去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塔斯社 俄罗斯将加强海军建设 美国的海军实力是非常的强大 美国军舰所到之处更多的就是为了在各个海域展示军事机中 为了更好的应对威胁 俄罗斯将重点发展海军力量建设 以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断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 今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 在黑海海域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场观摩演习 普京强调海军过去和现在 一直是保障俄罗斯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 以上就是美俄军舰险些相撞 双方各执一词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一方 好了 王周